筱瑟 每個人都會有一個內在想要的自己 畫畫 它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身體感受的展現 不要去設想說要做什麼 上香療法 這個香氣可以療癒自己 它會帶給我們身心裡的一個平衡 最平靜 最簡單的方式 來去跟自己做理解 可以去找到你自己的特色 除了解自己之外 可以紓壓 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只要是你說你不會畫圖 就來找我 保證讓你打破這個陷阱 你捏桃有一個東西 像捏縫珠 它就是會有一顆一顆一顆的 然後你心裡就會很平靜 每個大師都有擁有 他自己個人獨特的特色與美麗 有內而外 有外人的互相影響 成就更好的自己 展現自己最寧人的一個形象 我從一開始教指揮鬥數 我們的真正的目的 就不是在教命令 我們真正的目的 其實就是在透過推廣指揮鬥數 讓你自己的生命生活可以變得更好 有了指揮鬥數之後呢 你就可以自己看盤 自己了解 知道自己需要什麼 自己該去做什麼改變 你就不需要去算命 有的時候 你即便知道說 我自己要改變這件事情 可是你不見得做得到 或是你不見得知道有什麼更好的方法 譬如說積良對孔內株的人 大部分脊椎都不好 那我通常會接人家說 那你去做瑜伽 會去跳舞 子女工呢 有太多煞心的人呢 又做了什麼地心在裡面的人 通常你對孩子的期望很高 可是呢 你卻又不曉得要怎麼樣讓你的孩子可以變得更好 或是怎麼樣做親子相處 命功 遷移功 福德功 有煞氣在裡面的人呢 很容易在生活中去壓抑你自己 因此呢 我們擴大那個成將堂 它裡面的課程 譬如說你心靈上 需要有個釋放的空間 透過繪畫 可能做過陶藝 在那個手作的過程中間呢 讓你的心可以靜下來 可以釋放自己平日的情緒壓力 順便帶一幅很好的作品回家 或是說我們會有耳同的課程 讓你知道說 可以怎麼樣跟親子相處 瑜伽跟太極拳的課程 幫你調養你的心靈 由外而內的方式呢 調整你自己的身心狀態 寫作的課程 透過文字的抒發 開始把你的情緒轉達出來 譬如說催眠 透過催眠 放鬆你的心靈 從另外一個角度 更深度地去要介紹自己 命理 當然是我們的主軸 可是呢 在命理之外呢 人生還需要很多很多 幫助自己的方法 我有了命判 我知道我自己 該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在生命中呢 還是應該要有一些 更好的力量 跟更豐富的生命力 讓我的人變得更好 成獎堂在11月開始呢 就會陸陸續續開課 並且陸陸續續呢 會有各式的分享會 希望大家注意我們的粉絲團 可以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甚至來參加我們的課程 希望啊 成獎堂的課 可以讓大家的生命 更加的美好 謝謝大家